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提到感觉 我们可能最开始会想到的是味觉、嗅觉、触觉、感官、情感这些等等等等 这些也是我们最直观的 但是还有一种感觉,是我们无论醒着睡着动不动周围有没有人和味道都会有的感觉 那就是温度 因为温度无处不在,我们太习以为常了 所以可能经常忽略了我们自己对温度的感觉 但是不要忘了,这种感觉可是无处不在的 因为我们人是横温动物,身体常年维持在36.5摄氏度左右 在冬天,妈妈总会催我们穿上秋裤,因为怕我们冷 一到了外面,有些人不禁感慨,冷得快冻成狗了 而到了夏天,炎热的天气让我们动不动就热得一身臭汗 这种炎热让我们难以入眠 在夏日的傍晚需要在院子里乘凉 这便是人对温度最直接的感官了 哪怕连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在会说话的时候,都会有对温度的感觉 那么聊到了温度,我们就不禁会想 宇宙中最高的温度,最低的温度,究竟都是多少度呢? 虽然我们人类能承受的温度很有限 就算借助于取暖和制冷的设备,人类对温度的忍受能力也只有很小的一个范围 当我们的手不小心触碰到刚烧开的水的时候 甚至会不自觉地把手缩回去 因为实在太烫手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宇宙中存在的最高最低温度 可比我们人类能承受的温度的范围又广得多得多了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宇宙中存在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到底是多少 以及为什么会是这两个温度 宇宙的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都是多少呢? 我们先给这个答案,然后再慢慢地来解释 为什么会是这样? 宇宙中的最高温度,也可以称之为普朗克温度 是1.42乘以10的32次方凯尔文 什么概念呢? 大概相当于是1.41111度 而宇宙中的最低温度,也就是我们高中所学的无限接近于绝对零度的温度 也就是零下237.15摄氏度 看到这两个数字,人们不禁觉得惊讶 为什么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的差距会有这么大呢? 我们平时烧开水,也就100度 都让我们觉得烫到不行 而1.4后面跟着四个异字的这个概念 到底要有多烫呢? 事实上,宇宙真的曾经达到过最高温度 但是却没有达到过最低温度 在宇宙大爆炸的那个瞬间的温度 曾经达到过普朗克温度 要讨论温度是怎么产生的 就不得不提到马克思维·布尔茨曼分布 马克思维·布尔茨曼分布 描述的是一个恒定的温度下 微观粒子的运动速度的分布概率 而它在物理和化学上都被广泛应用 我们在初中高中的物理化学课就了解到 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由粒子构成的 而这些粒子绝对不是静止不动的 实际上,它们的运动规律 倒是挺像我们平时说的无头苍蝇 它们到处乱动,毫无任何规律可言 单独看一个粒子的话 我们完全就不能用速度为止范围来描述它的所在 而粒子的这种运动被称之为著名的布朗运动 因为这是一位叫布朗的科学家 通过观察这些到处乱装的粒子发现的不规则运动 在任何宏观的物理系统中 温度这个概念 都是因为存在在该系统中的分子和原子运动的结果 比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烧开水的过程 由于水分子的剧烈运动 高温因此产生 如果我们单单去看一个分子的运动速度和方向 是找不到规律可言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一堆粒子想象成一个团体 它们之间的速度 由于互相形成碰撞而不断变化 而微妙之处就在于 这些粒子的运动速度 竟然可以找到规律 这个规律就是处于特定范围的粒子 占所有粒子的比例是不会变的 了解了这个概念 就很容易理解高温度和低温度的产生了 所谓的高温度 不过就是分子剧烈运动的结果 而相对来说的低温 就是分子运动的没有那么剧烈的结果 因此温度的这个概念 也有了另一个数字可以形容它 那就是平均分子动能 平均分子动能和温度 是一个成正比的关系 平均分子动能越大 温度就越高 平均分子动能越小 温度就越低 上面我们也讲了 温度不过就是分子运动产生的 那么宇宙中可以达到的最低温度 也就是绝对零度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认真地思考一下 怎么能达到绝对零度呢 事实上绝对零度的这个数值 并不是在哪个地方被达到 然后我们测算出来的 而是经过函数的推理得出来的 理论上来讲 如果要达到零下273.15度 我们要一直一直减慢粒子的运动 直到它们完全停止运动 但是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根据量子力学的理论 一个粒子的动量和位置 不可能同时被确定下来 换种通俗易懂的语言就是 一个粒子不可能完全停下来 所以这个零下273.15度的最低温度 完全是数学计算的结果 那么这个值是怎么被计算出来的呢 可以达到这么精准 推算出这个温度 首先我们要从一条定律说起 也就是概率萨克定律 它阐述到一定质量的某种气体 在压强不变的情况下 体积与热力学温度成正比 由此产生了下面这样的公式 其中P代表压力 V表示体积 T表示温度 而C则是一个常数 如果理想气体的VT图做出来 然后反向延长这条线 至于X坐标轴焦点的位置 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这个绝对零度 也就是零下273.15度 聊完了宇宙 最低理论温度绝对零度 就让我们来看看宇宙中的最高温度 究竟能有多高 前面也提到过 高温的产生就是粒子剧烈运动 具有相对来说高的动能的结果 面对高温 我们人也会有很多感觉 在炎热的夏天 周围的空气中的分子运动 比温度低的时候相对速度要快一些 而这种运动产生的动能是可以传递的 所以当我们人吸收了这种动能 我们身体内的分子 或者说皮肤表层的分子 也开始比平常相对快速的运动起来 所以会感觉到燥热 也许这不够好理解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人的手指头摸到了开水 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开水的水分子经过加热 十分剧烈地运动着 而一旦我们人手指碰到这些剧烈运动的水分子 就会吸收他们的动能 让我们手指上的分子运动程度急速增加 然后刺激到手上的神经 这样的信号经反射弧传递给大脑 就形成了我们认为烫的意识了 对我们人而言 100摄氏度的开水已经足够烫了 很多人用60摄氏度以上的水洗澡 都觉得烫到难以忍受 而我们平时不常接触到的金属熔点 也不过几千摄氏度而已 比如我们经常用的金属材料铁 在1500摄氏度的情况下 就会融化化成铁水 供人们塑造成各种形状以便使用 熔点最高的金属之一的污 也只有3400度的熔点而已 这些温度也许是我们想象的极限高温了 但的确存在着比它们高的多的多的温度 让我们难以想象的是 在磁约数核聚变的内部 持续反应温度竟然可以达到1亿摄氏度之高温 这么高的温度 是不是就是人类所能创造出来的最高温度了呢 我们也许会这样认为 但是答案却是否定的 因为在2010年美国纽约国家实验室中 曾经产生过4万亿度的高温 产生这样的高温 是因为科学家利用了重离子对撞机 把两束金属离子进行加速后 让它们对撞产生的结果 这样的温度竟然比太阳的中心还要高出了25万倍之多 而到了2012年科学家们更上一层楼 制造出了5.5万亿度的高温 这么高的温度让人不禁害怕 一旦这种反应不受限 岂不是会瞬间烧毁地球 然而我们真的是多虑了 因为虽然是极度高温 但是热量却是很少的 所以根本不足以点燃任何我们肉眼可见的物体 因为科学家们不断地发现更高的温度 在物理实验室中不断有更高的温度 更高值被创造出来 新的记录一次次打破 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科学家们都认为温度是没有上限的 然而随着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不断发展 当代的物理学家们认为 温度这个概念其实还是存在上限的 而这个上限曾经站在宇宙大爆炸那一瞬间打到我 这个温度就是前面提到的普朗克温度 而到了现在暂时还没有发现比这更高的温度 关于宇宙中的最低温度 似乎已经经过数学的计算有所定论 而且大家都公认 这个温度是不可能达到的 但是对于宇宙的最高温度 科学家们却分成了两派说法 一派说法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 认为普朗克温度是宇宙最高温度 而一旦超过这个温度 分子运动即将失效 就好像我们说的在绝对零度 分子的运动会完全停止一样 然而另一派科学家却认为 宇宙最高温度比普朗克温度略低一些 只有10的30次方开尔文左右 关于这两种说法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来说明哪一方究竟是正确的 事实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也许在不久的未来随着科学的发展 相关的物理学家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完善的答案